在校园里 传来狼狼的读书声 五年级何老师 正引领着学生 畅游在阅读的世界里 这一年来 何老师一直积极从事 阅读推广活动 推荐好书给孩子 指导孩子写作 渐渐地 我们感受到学生的转变 我们这一组讨论出的结果是 我们要把这本书的名字 取作取为把爱破散出去的婆婆 因为她即使受了重伤 还是很开朗 我们这一组讨论的书名是 希望的婆婆 高兴的婆婆 因为她看起来很高兴 因为她很聪明 神奇的婆婆 因为我们这一组 看 因为感觉她 有点魔法又神奇 我希望这世界很和平 很和谐 没有战争 以下是我们的讨论 谢谢大家 梦想婆婆 旅行婆婆 把爱传出去的婆婆 希望婆婆 因为她可以带给大家 更多的希望 我们这一组讨论的结果是 希望的婆婆 种子婆婆 合宾婆婆 旅行婆婆 动作婆婆 种子婆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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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老师愿小朋友表现得非常好 各组呈现出来的内容 都非常的丰富 老师要跟小朋友分享 这边的同学 也表现得非常的优越 也是有很多 很特别的书名 那其中老师最喜欢 这个种子婆婆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颗的种子 就代表一个的希望 所以老师非常的喜欢 这个种子的婆婆 然后老师希望 每一个小朋友 都是幸福的 美满的 这一组分享 幸福的婆婆 老师也觉得 她是非常的棒的 因为幸福的感觉很甜蜜 老师也希望 每一个同学 都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一组分享 把爱扩散出去的婆婆 老师也觉得 她是非常的有创意 我们心中有没有爱 有 我们的爱要不要 把它扩散出去 有 同学让别人也感受到什么 爱 对我们的这一组 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一组的同学 他们把书名取为 把爱扩散出去的婆婆 老师也觉得很棒喔 老师要问小朋友 每个人需不需要爱啊 需要 好 爱的感觉好不好 好 那爱的感觉是怎么样 好温暖 很温暖很温馨对不对 对 好 我们把两次 两次 那还有没有啊 这种好棒啊 好 愈 好 愈 愈 愈读 就是老师给你很 好 老师给你 没有这些什么圈尘 好 你念念看 老师给你写什么 好 好 孩子与生俱来 积极的活动力 并借其薰陶成熟人格 养成积极 创造文化的生活习惯 他未经许可 他未经许可 我们的事情 他请到 回家 我们 我们 不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